11的听完让玩家直接破防的地狱笑话 11提案你为什么不是风气小男孩 因为赛诺想好好活着 毕竟原神疯难的友人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10有一天万叶遇到雷神 雷神突然问万叶 什么东西前来是红色的 万叶回答是西多 雷神却摇摇头说 不 是你的友人 这时万叶反问雷神 你知道什么东西永远都留不住吗 雷神回答他 是时间和永恒 万叶摇摇头说 不 是你的姐姐 9这是野独基尔串 这是甜甜花亮鸡 这是松龙亮露卷 8这是艺术家雷电影和他的艺术品 这是艺术家雷电将军和他的艺术品 那么问题来了 有讨一对艺术品的感受吗 7在端方冬夜渔序中 举行了眼之魔女 罗莎林的战领 原则有16位执行官 第6戏雷大炮拿着神之星跑路了 所以没有到场 那为什么第8戏的女士也没有到 所以女士的罗莎林关系不好吗 那么我们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女士等于罗莎林 我的天哪 这么学习吗 6 这首的字 提高特领这多的神都有相同的点 分神巴巴措士没有巴巴 颜色莫拉特斯没有莫拉 再生 巴尔则布没有巴尔 5 游戏里的舞的灯水仙灵动人笑很配 因为美的都是友人的颜色 而绿色代表着笑的业障 4 雷丁不会做饭 所以雷丁真人打的时候 他甚至拿不出一个尖弹来复合他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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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提高特的天 除了会下雨 会下雪 还会下什么呢 那当然试下莫拉特斯啦 世界 2 做多贺端任务的大家都知道 雷丫喜欢听阿刘唱得 每到约定的时间 贺端的居民都会奉上雷丫最喜欢的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没错 是断装阿刘 1 原神得多也是有动作日和休息日的 目前所知的舞的独家钟 只有自动是不确定的 因为女士被谈后 自动停动了半天 只为了缅怀女士 事长真的 我替女士凸死 感谢大家的三连端祝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啦